我们今天聊什么车呢 大众的图书观而是pro 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项车型 而这个车最大的争议就是它的价格 而我们今天开的这个车呢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功率的版本 而这个版本它是个运动板块的 就是说它是从外观设计上 做了更多更多的优化 而这个车呢就能打动我们的地方 可能更多对外境界说到的这个车 就是外观以及内饰的变化 包括咱们说的三天平 已经自动化驾驶 包括它的外观的非常经典的设计风格 好久没来这种河边的开车 这种感觉还是非常 最近那个西瓜熟了 马路边有很多是卖西瓜了 西瓜只有我比我手掌那么大 其实大众的指向性还很好 有这种混合路面 车比较多的情况下 它的指向性会很有自信的 虽然是一个这么大一个SUV 它的车的操控性还蛮好 它没有那么漂浮感 有时候开起来以后 你对于它的方向的操控的 把握度非常高 所以开起来非常非常舒服 所以作为家庭的来购买的话 女性司机其实应该非常喜欢这款车 最近确实很多内卷性要特别严重 我们正是因为这种内卷 让我们对于车的认知 出现了很多差异 而这种差异呢 我们就很多时候是混淆的状态 其实车的价值 和我们选择车型 以及我们再来和选择它 到底哪个方面很重要 就是图观这种车型 它一番还会有很多固定的 和我认知它是有很大一群体 这个群体呢 选择它 对它有个特别失敏的 或者说有特别的领致的 尤其我们在选车的时候 要定的好 我们真是要选择我们人生的第一辆车 还是要选择一个 我们要不断的置换升级的车型 还是说我已经加了一辆车 还是要增加一辆车 能选择其他 对 这边确实有很多的 运行朋友 有买这款车 所以家庭的一个代工工具 其实在可乘式 在城市这开非常有感觉 玩了也可以远途 能郊游 是非常经典一般车 把这玩过了 还是非常的顺化 大众通话R Pro 第一次就有手感 手感都好 如果玩 我们去先速 玩了 过来非常的舒服 我跟你说开车 我特高级喜欢这种管道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 速度也不会 有点大的反复 看起来很让舒服 减速 这边来个车 最近好多地方在修路 上前头我们 开始接近于 八达岭高速了 我们现在 把八达岭高速来做 跑起来之后 稍微带来一个门 这就很舒服 所以我们现在 在减速 减速的时候 没有明显点头感 它的减速感 电影还比较好的 其实从两个车操控 包括各方面的细节 各方面做得非常好 三公系的车型 最大的特点 它相对比较保值 它的客户认识度比较高 在这个前庭下 我们说到 现在很多 买大众的车型的群体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个和我们的 普遍性相很多 因为做出情况下 现在我们在中国的 车路现象 大家都知道 它的公务员群体 包括教师 公务员 以及事业单位的群体 它对于大众 事业车 有它特的认知了 所以说 很多的 尤其在二三线城市 一起选择车型的时候 它很非常认可 大众系的车型 它有它独特的侧点 都关键车 一直以来卖的非常好的 很多时候 事与用于这一块 群体 对它的支撑 而我们现在看得出来 其实正因为这种现象 我们也不得 抛开这个事来看 为什么 它们也喜欢大众呢 大众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稳定性 以及它的操控性 包括对家庭 不能的一些重要的点 看车支持卡普雷 卡普雷 我是第一回接触的 这么大一瓶的卡普雷 它的平衡一个15寸的大瓶 这是卡普雷车的 平衡度比较小 一个15寸的大瓶的 大瓶的一个卡普雷 原装的卡普雷 尤其我们今天过来拍摄 去吃早点 找什么地儿 合适的这种菜 小翠的乡村 去查到吃早点的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好久没来了 我还是看到很多 这个点的 看着睡衣 出来溜达的 但简单的困 一般的郊区 北京的郊区 基本上就会看到 很多很多什么 会面和绿热火 感觉北京的郊区 被河南河北的老乡们 给吞包了 基本上就是 会面和绿热火 但是大家还看到 有故事额块 它也是河南的故事了 北京的绿化做得特别好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 都看着大量的绿化 包括河南河北 去拍摄的地方 也是一个树林里边 在这个地方整个块 当然这种洋处 长得很快 这种粗度 也应该有段时间 给实验 最少10年以上 现在流量社会 也有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流量越大 它的争议越大 争议越大 就大家被品质论度 可能更高 所以说选择的车的时候 不是因为流量问题 还是其他 当然你要买一车的目的 要很纯粹 到底是要用它来获取流量 还让你来就是一个 在心中有了很大的 不能的感受性 而不是所谓认知的 一些流量的那种感觉 或者说被独断的炒作 我觉得它的定价 特别有意思 定价可能就太高了 中央这个车型 更是定价一个状态 但是买这种车的人 他不会想到 我要干一些 其他所费的事情 我更纯粹 我需要一种车 就是我一个 非常私人领域一款车 而没有更多工作 其他项目 也不会受了认可的干扰 但这个车还是支持UD 它整个前摄的画面 呈现在预表牌上 这是我第一次见 它就在这里边会有一个呈现 可以看到很清晰的前车的 那不能说清晰吧 画面 大家好像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多次一举 为了这个讯构 我心里并不是 这个人们因为眼睛看到了 或者我们搁着这个前方导播里看到的 和用这个屏幕看到 这不会灰烧 因为它是屏幕 它这个整个摄像头是在外面 它是通过这种像素的视觉的 变形号在我屏幕上 所以说它就会对于温元器 比如说下雾 下暴雨的情况下 玻璃是前面几乎就看不到的情况下 而这个屏幕就显得很重要 这个它已经是在这种高对高的光比 或者我们在顶着光走 或者说暴雪 暴雨 下木 其他其他的功能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我们现在就到沙盒了 嗨CJ 请说 导航到附近的星巴克 流量对于很多车企来说是 非常喜欢愿意去达的这些东西 但是有些时候 为流量可能是不择一些手段 或者说做一些 尤其前不久出现一些 给了让自己流量 或者对友商产生更大的评级的感觉 最近也是不断内展 其实那点最大的问题就是 对于友商之间的评级 或者说友商和友商之间的各种的拉财 我觉得那种现象是特别怪的 而这么尽量会生存到 你的品牌的对于用户的感觉 会觉得你是一个不如稳定 而暂于去基金聚角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现在选车 回归到自己本位 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什么稳定的车销 不要受到外界一切的干扰 而这种干扰反而是影响了 我们去选车 认知一台车的关键 我们也无法来抛离开干扰 而是静下心来去选一个 觉得值得买货 或者如果有用一个车 不需要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多的心理负担 其实网络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 你今天说它好 明天又是有其他的问题 你心理上不断地会有种冲击 前不久我买了过一个车 网络那个车 品牌不说了 当时你买了个车的时候 觉得还好 我觉得你要是用那种纯色的认知 买它的话 完全没问题一个车 但是网络世界对待平均 就是说两极话 就会很多人来抨击这个车 当然这个时候可能是水局 但是你会让你对面 还难受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纯粹 不去招惹这个社会上一切的问题 而自己安安静静地做一个 自己该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每个人经历 真正有限的 尤其一个车 有可能会让你很糟心 有个买个车以后 不是这个事 那个事 不管是质量问题 还是说网络世界 待遇它的一个评价 就像我们就说的 你看就是近代那句话说 那你拿着节油老虎 你开这门车 对不对 你可能会拿 我号来说事 别人会说 我觉得你是不是 头打头摊车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一定要更纯粹 这个是不招惹社会的 一些其他的现场 而安安静静地 不受干扰的 去买辆车的话 突然而破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当然我们今天说的 它这个车 从配置方面 一直在坚持 它自己所拥有的 一些高动能的配置 其实我今天开着车的时候 动力还是非常不错 有围的在那种加速 和带来的 非常有质感的推背感 我说的质感的推背感 它的加速非常好 操控也非常棒 我们开着车的时候 其实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值得打动 我们说非常值得看的一辆车 其实这个车 其实它带来的 车动感还是蛮好的 虽然它已经开始 做一些妥协 加入了这种 平等的设计 当然它也是从过去的 党位的变化 它也先为怀挡的感觉 它的各种方面 也得迎合到 当下的一些需求 当然我觉得这个车 还是在坚持 一直在坚持到 一种它都有的 一种纯粹 我觉得这本大种车 你不用想 变入就可以了 就是这种车 你如果说还是在职 或者说自己还很 做一个创业者 或者说自己 已经有自己 有续文化工作者 或者说等等 不需要更多更多 一些外界的干扰 很安静的去开这种车 都非常好了 当然这个车也坚持了 但是这款车 是高配的四驱版本 开起来也非常给力 状态也很好 其实也就是说 它也可以带你去 很多很多地方 至于玩有那么车 又踏实又好看 又靠谱 还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 不仅仅要在这配置 当然也要看它各方面 可以打断我们的点 所以它是非常值得选 我们关于这个车 我们说这么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